韩国第一美女惊喜善整容的后遗症爆发了 粉丝都看傻了 40岁近照曝光残到脸崩嘴歪 整容技术确实是世界领先 无数暧昧的男女老少征将跑到韩国去整容 可是整容一点风险也没有吗 尤其是后遗症根本就是不好 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 素有韩国第一美女之称的惊喜善 清新可原 非常受人喜爱 身材也是数一数二 2005年 宇成龙主演了电影神话 并与何唱了主题曲《无尽的爱》 很多网友不怎么赞成韩国第一美女的称号 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整容整出来了 甚至有网友说 凤姐也能整得比她好看 当然了 正美正容从女儿的面向就能看出来 可是岁月不饶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容的后遗症也爆发出来 最近惊喜善出席活动 一组照片曝光 正容后遗症爆发 残到脸崩嘴歪 被眼尖的网友发现竟然撞脸圈之前 完全找不到惊喜善本人的影子 好好的大美人竟然残到认不出 不少网友吐槽 难道惊喜善在韩国过失了吗 缓张脸继续混娱乐圈吗 可怕的正容后遗症 所以有的网友就说 正容有风险 正前需谨慎 韩国第一美女惊喜善 惊喜善 韩国女演员 惊喜善是70年代女演员中 首居一指的代表人物 凭借迷人的容貌 以及特有的大眼睛 锋利了整个亚洲 惊喜善被誉为 韩国现在最完美的脸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